如果你想在2023年底买到一部高性价比的20手机 那么接下来这几种妖机你可以千万不要上当 不然坑的就是你这个大冤重 首先接着一下 我是小杨 一个在华盛北做20手机快9年了 从苹果6开始到现在20手机的水分和套路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些换壳的翻新机千万不要碰 别以为翻新了就只是换个后盖电池这么简单 很多不良商家为了让利益最大化 偷偷摸摸的把屏幕和其他重要的元件都给换掉 在后空城新机的样子卖给你 所以说你别以为你捡到漏了 没曾想你才是那块肥肉 第二点就是避开那些卡贴当无所卖的商家 不是说卡贴机是不能买的 而是一般这两者的一个差价有的是上千块 特别是像Pro Pro Max这种机型 有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同行256G卡贴的14PM 要去到6299 那么看一下小杨家的价格直接是5399起 而如果说是无所的版本的话 再想一下是6899起 所以说即便是像小杨正的批划商 无所和卡贴之间的差价都不可能低于1000块 那又如何鉴别有所的卡贴呢 首先我们打开设置 找到通用关于本机 下滑找到运营商 如果说显示的是SIM卡底锁的 那这就是卡贴机了 至于最后一种的话 就是组装机改装机 虽然说组装一台苹果手机成本确实不高 但是如果说轻轻松松就能让你用上 那库克早就找你进货了 即便是能用 但是不出一段时间因为发热或者是高负载 手机直接死机变板砖 以上的这三种手机其实是冰山一角 所以说想要在华雅北调亮机 还是记得注意关注小杨啊